小虎其实他最近挺好的 然后还胖了好多 哈喽大家好 我是试试红爱吃肉 又截了一段 没有截的太多 就从这开始截的 从这切断的 因为他已经坏死了 然后老是不停的出血 所以一生就把他坏死的那段给截之了 你们是不是以为这下小虎就残废了 然后哪都不能去 然后也动不了了 然后还得需要什么残疾车之类的 那么事实又是什么样的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看看小虎是怎么奔跑的 我们开始也以为他真下完了 哪都去不了了 但是你们看他跑在第一位 小虎你等等我 小虎 叫都叫不住 这个速度 你们看往墙那边跑的 那个白色的狗了吗 就是小虎 都跑到那儿去了 速度够快吧 我带你们去看看他们去哪儿了 只要不跑的话几乎追不上他们 这三小只跑得最慢 其他的已经下坑了 根本都看不到了 我带你们下去看看 他们跑到哪儿去了 你们两个看到小虎了吗 小虎在哪儿啊 你大姨呢 他是不是下坑里面去了 小虎 过来了 小虎最近都胖了 看他跑起来那个动作 一点都不像结了枝的 小虎 最近有太多太多的粉丝问起你来了 问小虎呢 小虎怎么样了 每天都在问 还有私信也是 好多好多 也是太多人关心他 所以今天就拍给大家看看 小虎恢复的怎么样了 你们看小虎上坡那个动作吗 非常敏捷 小虎过来 给你带了一个鸡肉肠 吃吧 哎呀 还叼到下面去吃 没人抢你的 你们猜他会把他吃完吗 我猜不会 因为小虎生病的时候 吃了太多的这种鸡肉 还有鸡肉肠 因为每次喂药的时候 喂不进去 就把那个药塞在这火腿肠里面 他每次都能吃出来 但我们都是硬塞进去的 你看他不吃了吧 哎 多可怜呢 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他的身体能够恢复到 现在这个样子 真的是很万幸 他那个时候 开始从指尖的地方 开始腐烂 就是不节制的话 就是这条腿都抱不住了 现在他的恢复情况 也跟他自己的这种 坚强意志分不开的 所以小虎真的很了不起 我们应该给他点个赞 他现在行动自如 奔跑起来 然后跟他们一起玩耍 他们也不欺负他 相处的特别好 也谢谢那些关心 和帮助过小虎的那些热心的网友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是世事红爱吃肉 我们明天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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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